大家就知道我一向是建議這樣的東西 尤其是我的年代,因為我們那時候大學少 我唯一最遺憾的人生,是唯一遺憾的 我不會覺得我學歷低,不懂,我從來沒有這些自卑的 就算讓我讀大學,我一定也不會讀文史哲 成為一個學者,我不是那些人,我自己知道 但我唯一最遺憾的就是沒有去外國留學玩幾年 我覺得我一定是玩的,認識多些外國的朋友 你說是不是很難怪,還有我現在看我的兒子 在馬來西亞有幾年那個轉變 當日,當他寧著臉和我老婆送他上學的時候 第一次出家門,寧著臉等你走,走去校四的時候 不要說我老婆,其實我心裡也很認識的 當然,男人很快就會掩蓋到 為什麼呢?因為你想想,他始終都要成長 但後來一年都不夠我老婆的感覺就是 覺得送到兒子去得太遲 因為他如果早點可能會更好 我覺得不是的,因為我兒子十四五歲走 即是去馬來西亞讀書 又不是太遲,因為太早 我覺得兒子真的要在父母身邊好一點 我想某個程度,去到十多歲 開始要向這個世界探索,就要安排一下 所以我從來一直都很建議別人去外國留學 因為有些人說,你不是考不去香港的大學 你才去我的留學 錯了,錯了,這個因為是時矣勢 因為香港第一,香港的大學的水準 我先不要說學術水準,整個氛圍是很不同的 第二,最重要的就是沒有了離家學習獨立那樣東西 加上你看看現在的大學 你怎麼能夠讀 你怎麼能夠忍心 讓自己的小孩在這樣的氛圍裡長大 你們現在香港的學校教育很壞嗎? 你這樣說,你犯學法,錯了 我是看回我們那些偉大的官 以及我們的黨的領導 我想問問有誰不是在外國讀書 又是誰不是 不是指他在州官屁股屁股屁股 我們連雙燈州都不能想 所以外國留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你做了這麼久,你曾經說我的學生 你跟他們介紹了學校之後 有時候還會留在一起嗎? 有,跟家長和學生都留在一起 我跟家長踢球 你也踢球嗎? 我也踢球 好,有時候我們去第六次 我們請了一個升學顧問 有些朋友可能不適合聽的,離開了 我希望大家都聽了 因為對很多人都有些切身利益 例如我公器師勇 其實Charles也解答了 就是我老婆的很多問題 但最後發現原來我老婆也是夠煩的 結果我兒子留在馬來西亞考了A級 他老師前一陣子 我老婆跟我匯報 說要寫四千字的文章 介紹自己,講些什麼志願 我兒子都發脾氣 為什麼你老婆,你當我這樣 你四千字怎麼寫 實際上我想一想 是的,他不是ABC的一個字 他不是WHH 或者那一個字 真的很想像四千字 但是呢 我不知道 到現在他有轉化 我兒子是 其實我不介意 他不讀書 出來做兩年 那天我和阿毓文 他們很多人聊天 其實他都覺得沒問題 做了一兩年 你才去讀書 知道自己的意向 但是似乎 我兒子 比我老婆說得多 或者現在十幾歲 不知道出來做什麼 他都希望繼續讀 看看他怎樣 我都覺得他 因為他自己一心一意去英國 反正我就想說他 我想說他去其他地方 去澳洲 因為澳洲大學是三年制 澳洲也是三年制 讀完你便留在那裡 我便不用去英國 我是想自己 但澳洲有一件事 譬如你三年大學之後 會不會叫你讀多一年 因為你三年大學那張書 未必有honor 就再讀 是的 去再讀 但是 我問題有一個問題 澳洲 你不要去黑咎我們 你以為我是譚耀宗嗎 你以為我是譚耀宗嗎 你以為你還要叫人移民澳洲 我不能想 反而英國不同 始終我們 雖然是爭執 但是 我們就搞清楚 第一個 承認我們中外人民共和國 都是為了英國 所以我們很厲害 我們支持英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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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closest看